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则是回到了新北辅选 今天下午来到了卢州 游线任立委林淑芬陪同 参观李氏古厕 赖清德很有感触 承诺未来如果当选总统 将会持续重视人权议题 乡亲们热情夹到欢迎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来到新北卢州 参访当地知名古迹 李氏古厕 在地实力坚强的立委林淑芬陪同之下 赖清德仔细看展 了解李友邦将军的过往历史 也让他很有感触 我未来当选总统之后 有国事多么的帮忙 但是守护人权这是最重要的 今天换句话说 如果有人权的社会 李友邦将军是应该要接受表扬的 不应该命上皇权 词得不明不白 像李友邦将军一路走来 始终坚定的为坚持要用台湾的名字 所以我们也为台湾更拼 这样好不好 好 有别于一般参香拜庙 大信德这回来到在地古迹 深刻感受历史 当然也和乡亲们互动 争取更多支持 记者林淑姐王伟成 新北市报道